这个视频,我们来聊一聊李玉的《浪淘沙》,《浪淘沙》是李玉亡国之后的又一首凄凉哀歌,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暮春之夜,李玉正做着美梦,却被雨声从梦中惊醒,茫然地听着夜雨犀利的声响,李玉叹道,连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,潺潺是水声的意思,这里指小雨滴水的声音,阑珊,衰残, 连外雨声缠缠,将人从梦中惊醒,细雨滴答,声音哀怯,让人想起春天正在摔残消失,暮春的夜雨带来潮湿寒凉的气息,李玉渐渐渐觉得身上好冷,于是改叹道,罗钦不耐五更寒,罗钦是筹备,不耐不敌经不起,五更是后半夜三点到五点,薄薄的丝绸被子怎么能抵御五更天的春? 寒寒袭击呢? 孤独寒冷的眼前境况,使得李玉不禁忽想起刚才做的美梦,刚才梦见了从前的欢乐生活呀,可是美梦一岁,醒来还是冷酷现实,李玉只能自嘲着说,梦里不知深时刻,一赏贪荒。 在梦中忘记了自己是被囚禁的俘虏,还贪恋着那片刻的欢愉呢,哎,梦中越是欢乐,就越反身出现实的冷酷凄凉啊。 夜雨滴答的春夜,李玉黯然身上,到了白日里,她也依然无法开怀,甚至不敢倚着栏杆看看远处的江山。 为什么呢?她说,独自莫平兰,无限江山,别是容易见识难。 无限江山是指南唐山川,自己一个人的时候,千万不要平兰远眺啊。 那无限大,无限远的南唐江山,分别的时候容易,想要再见就难了。 是啊,王国之后,求去小愿,谁要到外面转转都不可得,想要再回到那南唐故土, 更是痴人说梦啊。 这一句无可奈何的苦语,包含了李玉无穷的痛苦和悔恨,想到国家都已葬送,往日再不重来,李玉脱口悲乎,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。 流水,落花,春去三世,都是一去不复返的,就像自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,而自己由帝王变成了囚徒, 不也正是天上人间的差别吗? 这是无限凄处和心酸啊。 这首《相见欢》写出了李玉思念故国的哀痛心情,让人备受感染。 可是,我们之所以被这首词打动,并不止因为词中感情的哀切,实际上还因为李玉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。 李玉的语言,概括了人生中一些典型的,共同的,容易打动人心的东西,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。 比如,梦里不知身是刻,不正是所有身在异乡的人共同的感受吗? 再比如,流水落花,春去也,不也正是那些欢乐不复返的伤心人们共同的感慨吗? 李玉将个人的哀乐,推扩到人生共同的体会,无怪乎她的词要流传千古,拥有无数粉丝啦。 浪淘沙 连外雨缠缠,春意阑珊,罗亲不耐舞更寒,梦里不知身是刻,一赏瘫欢。 独自莫平澜,无限江山,别是容易见识难,流水落花,春去也,天上人间。 好啦,浪淘沙就先讲到这儿,快去做题,拿金币吧。